字幕提供 好,又到2020年的年尾 又是時候找神婆幫我們預測一下 十二星座的健康、愛情、事業和整體溫情 大家好 是否可以先說CV座? 水瓶,水瓶,水瓶,水瓶 不如順序說,由白羊座開始說起 好,我上升是白羊座 這位小姐是上升白羊座 其實白羊座,明年你們的人氣會更加旺 更加上升,受朋友愛戴 但如果你們想關心日勢、社會 是更加好的 我先說事業熱拍 事業運,今年白羊座的朋友 你感覺到事業發展是挺好的 二日中天,對嗎? 我也很忙 很忙,也比沒有工作做好 其實今年事業運已經發尽全力了 我覺得你們一定會有成績 少得升職加新的機會 但是明年… 有嗎?沒有 請吃飯… 阿姐,我看了這段影片 麻煩,一定要看 有機會升職加新,就是你了 但今年未有,明年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保持一個勢 因為明年的工作 反而你們的野心可能會少一點 但人緣會更加好 可能由同事愛戴 人緣會比較好 我同事不時都很愛我 我相信這位記者就… 我最想就是二人 但是明年… 六月尾到七月尾 還要等六月尾到七月尾 我覺得白羊座的朋友 明年六月尾到七月尾才是你們最好的時間 記得到時金正火眼 你們身邊有什麼機會 我們幫你幫你 還要半年時間 很麻煩,你趁那個月要穿得很貴 那麼漂亮出街 等等,我整年一個月的時間會好 會好一點 會不會太慘 明年你的朋友運會比戀愛運好 對… 即是全部都派好人卡給我 對… 做朋友算吧 但是你可以把握那個月 因為那個機會比較大 但如果我拍拖的朋友 你們相處是… 我覺得反而是很OK的 感情不創 說一說健康 其實到現在的… 下年的一月至今月 減肥成功了 我想不是減肥成功 反而你們會不會有失眠的問題 有啊! 失眠是真的 我身邊的同事也知道我失眠了 真的嗎? 因為我很擔心我 頭髮的問題 我會減肥的問題 那你的健康不會出現頭髮的問題 但你自己的心髮氣錯是真的 因為你現在感覺到的 到明年一、二月 你都會覺得 其實因為有顆火星是你的十二宮 你會覺得自己有失眠 心髮氣錯 或者你小心自己皮膚有點混濁 菜 山創創 那些問題 我已經疼了很多 那我就可以了 但是 下年八月又要小心飲食 因為可能有些腸胃問題 我覺得整體 之後才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下一年 在木星在你們的社交工作 所以你們的人緣運會比較好 可以結識多些朋友出去社交 然後不要收藏自己 而且我覺得在工作上 反而是你的同事之間的關係會更好 基本上我覺得你下年可以為人緣 而且如果你是一個熱血的少女 又關心社會的弱勢人士 其實會更好 可能你想做義工、義務工作 下年是實際行動的一年 那你自己會覺得他有滿足感 是挺有成就的 聽起來好像不錯 下年 那你叫你給分 總體來說五顆星 或者我有幾顆星 我覺得白羊座 下年的運程來說 其實整體來說 有四顆星 我有鼓掌 我有鼓掌 怕我跑拖 加人工 加人工 那說完白羊之後 是不是就到金牛 對 又到金牛座的朋友 這裏沒有金牛座 但我們要到頭 有很多 有兩個都是 後面 對 我覺得金牛座 明年其實是事業運 最高峰的事業 請吃飯 請吃飯 吃飯 很大壓力 可以搶盡你的全力 明年發展你的事業 真的 因為在運氣的位置 你就要全力以赴 如果沒有理由 都在運氣 好了 先說事業 既然事業 我覺得明年 上半年 其實你們更感受到 自己事業發展 最發光發熱的位置 其實 你們的性格很喜歡 躲在幕後 或者不在前線的朋友 但你記住 如果明年 嘗試老闆 給了一些重大任務 或者工作 你千萬不要騰鞋 有什麼責任 因為這是展現你自己能力 勇於成長的自己 你的實力 要告訴別人 你做到 其實都不能避免 自己很感受到的 如果 你更加 你認識更多新的科技 電腦私識 我覺得是更加好的 當然 你不一定要做這個行業 但如果你認識的話 對你的工作更有利 還有我記得一件事 出外是靠朋友的 如果你們在職場上 跟同事之間關係更好 你自己的發展是更 就更有幫助 賠儡一下我們 對 影秀一點 對 如果拍拖很多年 那些朋友 我覺得明年 你們是有修成證果的時間 有 你們有 其實到明年 你會覺得感情關係上 人生在街上 就要向前走 成家立生可能有這個機會 很好 但如果單身的話 就注意 7月底或者8月中 是你最佳戀耐運的時間 又是 好好把握那段時間 接著是健康運 健康就是 由於明年是你們事業的衝刺期 其實工作一定是非常忙 你自己又扯爆 工作壓力增加的話 你自己注意一下 你自己精神的壓力 或者作息的時間 尤其是9月中和10月中 注意你自己的腰部 背脊這些痛症問題 記住 記住 還有多些做伸展運動 吃不吃 我覺得會對你腰骨的舒緩 比較好 我覺得整體金牛座的朋友 其實你們2018年 即是兩年前 覺得天王式在你們的命攻 你已經知道自己不能逃避 很多很大的變化 你已經感受到 或者你以前很不願意改變 很不願意冒險的金牛座 你是被迫著要走 你不可以不動 一座山這樣不行 我想你會感受到這件事 其實今年反而 因為疫情關係 不能出去外國玩 不能發展 下年如果真的開關 我覺得你可以見識很難 或者去進修 讀書 那些對你有幫助 今年我覺得就進修定 但明年就是你打去命堂的機會 剛才我講的思業 我是非常好 這麼厲害 除了你衝刺 明年要 那如果這樣給分的話 金牛座是多少分 我覺得整體來說 金牛座是幾個分 也是幾個分 也是五個分 哇 滿分的 當然有試試 那到雙子座了 雙子座的朋友 我覺得明年你們也挺好運 明年的主題 你一定要記住我 其實一向我們都虎形精怪 但是我覺得明年就是 你要勇敢冒險 和開拓自己眼界一年 好了 很完妙 先說個事業運 很關乎我們 因為我們阿姐是雙子座 對 阿姐是雙子座 是 我覺得事業運 其實你們也是挺好的 建議你現在 現在年來 你可以去報定名 去進修一些考車 考車牌 我們阿姐我想考車牌 泰國考 泰國都可以 因為這樣再說 其實他們幾有外地運 在外地發展 出旅程都挺好 如果想讀師進修 校車都算是一種的 放片 放不出來 但是最好可以認真 讀一些比較高階的過程 可以認真 就是知識性一點 是啊 進修泰文可以嗎 也可以 語言一樣也可以 好 我覺得現在你報定名 一直在讀下去 到下年 其實你是更加得心應手 因為你會覺得自己 讀書開竅 你會覺得自己的學業更快 更加上手 而且以前你不敢試 或者不敢去行程 一步試的事情 可能是學車 我覺得也是對的 要鼓起勇氣 嘗試 不然你是浪費了這個運 我覺得總括來說 工作是有壓力的 有很多挑戰 但是 記住一定要對自己 有信心 還有一個信念 在哪裡走 你就向著那方向走 我覺得 是令到你的事情 會更加好 聽著 我們靠你開飯 給點信心 我不知道 你們的姐姐 會不會很重視戀愛的運 很少聽 其他朋友都很容易關心一下 其實 明年你們的夫妻公 有一顆目星在這裡 我覺得 單身開的朋友 你們會更加受歡迎 好像 I'm down with the top 還有 異地桃花 這個是重點 如果我們明年 可以再出去玩 跟我們一起去 就算出不去也好 在香港 可以結識一下外國的朋友 或者外國沒留回來 沒得過 或者不一定是去外國 他還不是去泰國學生 真的會去外國 教授師傅 哈哈 泰仔 Sawadika 對 我覺得泰國是很帥 或者對方是從事一些 就是那個男生 就是對象 從事一些文化工作 教育工作 或者你真的上學 你在學校地方 中教場所 真的去教授師基 哈哈 教授師基都是 其中一個 教育家 但是做文化工作 還有更好 我覺得八月份 是他們最好的月份 很好把握 我們會幫你留意一下 健康運 好嗎? 健康運 其實一樣 跟八月有一點相似 但是一月二月 留意自己的失眠 情緒 或者精神比較亢奮的情況 糟糕 我們兩個坐隔離 你們都會報錯 那你們冷靜一點才上班 我覺得可以多些做一些靜心的運動 需要你們精神緊張的情況 可能別人靜心不太久 可以試一下做這些身心靈上的活動 而且由於水星的守護星 其實要注意 明年的一月尾 五月尾 和九月尾 水星逆行的時間 你們精神壓力可能會比較大 這些時間 那我們這些 我們都要小心一點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小心一點 整體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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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雙子座的朋友 今年其實他不是太順利 心情比較憂鬆 或者壓抑 其實今年最好是 有些反思 要檢查自己 我走這條路是否正確 或者我過去是怎樣的 今年靜一靜之後 夏年就重新出發 所以我覺得他們運氣是不錯的 剛才我說 朋友、伴侶、家人 可能你們有少許痘憤 但是今年搞定之後 明年就會更好 明年 那顆木星在你第九宮 其實是入廟的 那你進回那個宮位的時候 你會發覺自己 整個人是叮一聲 清醒了 而我剛才都再強調 如果外國真的通關 真的多些去旅行 你自己心情又好些 還有讀書 讀進修的學位 這樣都可以 那就比較好 我覺得雙子座朋友 都有四顆星的出發 我覺得現在說的也不錯 不錯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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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耶